好带大家来关注2024巴黎奥运 目前呢中华队的一个赛况是如何呢 好看到呢旁边的小天非常的可爱 都举着这个中华民国的国旗 好那么看到呢今天呢这个赛况来讲 凌晨来说好当然呢有一些人是成功的晋级 但是呢有一些人是这个不幸的 这个惨遭了淘汰 终止了他们这一次的奥运之旅 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关注到的 就是呢林洋配的部分 好当然看到呢这个林洋配 他们呢这一次呢是在分组赛当中 碰上了丹麦组合 好看到呢他们是碰到了阿斯特卢普 以及呢拉斯姆森 好那他们呢苦战了有66分钟 66分钟打满了三局 最后呢是以2比1来胜出 那其实我们来看到呢这场 他们依旧呢是打得不轻松的 好前一天呢分组预赛当中 首战呢是击败了日本 好上一场的比赛啊 林洋他出现了罕见的灰空 那这一次呢反而是换成这个王麒麟哦 他的失误呢是比较多的 好那看到呢他其实呢这一场失误比较多 他就呢一直来敲打自己的头 好首局呢他们呢是以21比15拿下 但是呢第二局开始哦对手就一路领先 还好最后第三局的时候决胜局 好林洋配表现回稳了才拉大了领先差距 那么过程当中呢其实好林洋呢这个有点失误 那又被追进好王麒麟呢他在赛后就笑说 因为呢快赢的时候有一点点尽相情趣啦 所以呢才会出现一个这样的状况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到呢 李洋呢他在赛后也有说了一些话 他说呢这一场比赛可以说是有惊无限 好一人一场嘛因为上一场呢是他失误的情况 那这一场呢怎么变成是王麒麟了 他说呢打到这个今天的比赛他觉得有点紧张哦 好想说哎奇怪呢王麒麟怎么好像缩起来了 那希望呢看看下一场两个人能不能够一起 好一起好起来最好不要两个人一起不好 毕竟呢现在组数比较多当然变数也就比较大了 好他们身在的是低组低组呢有五对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到呢 接下来他们会面临到的组合 好就是7月30号的时候呢对上的是美国 好那么看到31号要对上的是 中国大陆的新双塔组合 刘宇晨跟欧选翼 好那一个呢是195公分 欧选翼有189公分 新双塔组合 好上一次呢这个王麒麟跟李洋呢 的金牌战呢对上的就是其中一位 双塔之一好这个刘宇晨 那么现在呢他换了搭档 好目前呢他们是世界排名第九 林洋目前是世界排名第13 好可是还好啦林洋呢这一次呢 已经是取得小组的二连胜了 所以呢蛮有机会来突破呢 这一组的死亡之组好继续呢 朝着奖牌好这个颁奖台上面要继续来迈进 好那我们另外来看到羽球的部分好中华队的这个羽球 压轴登场的一哥周天成 好看到呢这一次的巴黎奥运的首战 迎接到的是墨西哥世界排名第67的加里多 好那小天呢其实他克服了首局 一度是三分落后 最终呢还是直落二收下了小组赛的首胜 好那我们看到呢这个羽球一哥小天 今年呢他是34岁了 上一届的东京奥运呢止步在八强 那这是他第三度来征战五环殿堂了 好其实呢他在去年的时候呢 被诊断出罹患大肠癌 还好呢是及早的发现呢属于早期 所以呢做了微创手术来切除癌细胞 而手术后不久呢就马上来投入比赛备战 好他说呢我不觉得这是自己在场上的借口 既然上了场就要跟对手来对战 那其实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小插曲 好他在对上了墨西哥的选手加里多的时候呢 因为呢其实加里多他也算是一位生命斗士 曾经因为恒文基溶解症差一点丢掉了性命 好所以呢两个人可以多说是经历过大病的人 再一次来站上奥运舞台 那么两个人就有点惺惺相惜 赛后两个人还隔着网呢这样子拥抱交谈 全场的观众呢也都起立鼓掌 给予他们这样的一个掌声 好那我们继续看到呢这个小天呢 下一场的赛事会对到谁呢 好在7月31号的晚上 台湾时间晚上9点40分 要来对战的是香港的选手李卓耀 小天呢是世界排名第11 那么李卓耀呢是世界排名第18 好两个人呢生涯对战了12次 那小天呢是以8胜4败 好占有相对的一个优势 因为呢小组赛的赛制呢 是三取一来晋级16强淘汰赛 好因此呢小天在小组赛事 势必都要拿下胜利才行 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帮小天来加加油 好让他可以顺利来晋级 继续呢往颁奖台的路上来迈进 好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呢 这个羽球的部分要看到混双的组合 李嘉欣跟叶红卫 那这是两个人生涯首度站上 奥运殿堂当然压力非常的大 好在凌晨的时候呢小组赛的第二场 李嘉欣跟叶红卫交手了日本组合 东野有沙以及渡边永大 最终呢这个中卫混双组合 是以14比21 13比21二连败 那么也确定本届的奥运呢 现在是止步淘汰了 无缘晋级八强 李嘉欣跟叶红卫呢 其实都是第一次来登上五环殿堂 那这一次小组赛跟香港 还有日本以及丹麦 是分在同一个组的 好分组的前两名 就可以来挺进八强 不过呢因为这个丹麦的组合 要减的问题 最终是自行退赛 所以也让李嘉欣跟叶红卫 他们这个组合 形成要三抢二晋级的有利局面 但是呢 好比较不巧的是 巴黎奥运开打之前 叶红卫就有出现发高烧的状况 所以呢在首战面临到香港 就输球收场了 那么第二战 还是没有能拿下 所以结束两个人 首次的奥运之旅 好只能说这两个人呢 都还年轻 下一次呢还有机会四年后再接再厉 好另外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呢 台湾的这个网球一姐 谢淑薇 魁为了12年 在这一次的巴黎奥运女子双打项目 再度来登上奥运的舞台 好他甚至呢被媒体问到说 魁为了这么久 他还说有这么久了吗 好这一次呢 他搭档的是年仅20岁的小将曹家怡 在32强赛事当中是碰上了罗马尼亚的组合 贝骨以及尼古列斯库 那双方呢苦战超过两小时 台湾组合才艰难的以7比6 7比5直落2 获胜扣关第二轮 好巴黎奥运呢 是谢淑薇生涯当中的第二届奥运了 那么之前只有参加过2012年的伦敦奥运 当时在女单项目首轮就止步 女双有打进8强 这近10个月来呢 他从没有排名 到狂扫了五座大满贯的冠军 以世界女双排名第二之姿 取得了这一次奥运的门票 那最终他选择跟20岁的小将曹家怡来搭档 来出征这睽违12年的奥运 目前是成功晋级16强 好当然也希望大家呢 继续为他们来加油打气 好那虽然呢 接下来的这个赛事 台湾并没有选手来参加铁人三项 但是我们还是要来关注一下 巴黎奥运来到了第三天 那么赛纳河的水值是引起各界的质疑的 主办单位跟铁人三项总会都说 一致决定要取消铁人三项的首次游泳练习 原因呢是因为赛纳河的水值经过检测之后 是没有达标的 对此铁人三项选手都说啊 即便赢了也是一场空赢 对啊 就像是一场空赢人三项 我真的不想要 我觉得你去赛纳的赛纳 是你的赛纳 而你赛纳的赛纳 你赛纳的赛纳 你赛纳的赛纳 就像是一场空赢的赛纳 那么主办单位也怪作说 这几天的降雨情况呢 的确影响到了赛纳河的水值 并且他们表示呢 申信在7月30号铁人三项游泳赛事举行前 水值可以获得改善 那么万一赛纳河水值 还是没有办法达到标准 备案呢是延后赛事几天 或者是就把马拉松游泳比赛 移到了巴黎东方小镇 马恩河畔维尔 在马恩河上来举行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河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河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河 含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河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河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Blue Your Care owitz average 请 uninter根招待 毫宝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们下车瓶 赞 订阅 点赞 红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